斑來講現在的治療上 都不會很困難 對 所以這個斑 但是要及早治療是不是 如果說時間拖延很久 會不會比較難治療 晚治療 早治療 其實對於光電雷射來講 都是一樣的 它只要是對顏色 所以當你愛美的時候 或者是當你對著鏡子看的時候 越來越不像自己重勤的時候 那再治療 OK 所以從飲食方面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其實我會建議就是說 本來懷孕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 改變自飲食習慣的開始 因為媽媽通常坐在我們整間 都是最乖的一群了 因為我們講什麼 她幾乎都會聽 對 我覺得如果你在運前 已經喜歡吃一些 比如說辛辣的 麻辣的 或是油炸的 或是一些比如說像咖啡 這些其實都可以慢慢 在第一期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 她就把它戒掉了 第二期的部分其實 開始肚子大了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皮膚 其實你皮膚的保養 你還是要有足夠的水分 也可以預防一些潤層的 比如說潤層糖尿病 或者是一些 潤層高血壓的一個發生 第三期的部分其實很重要 因為剛剛楊院院長 有講說在蔬菜水果的部分 第三期其實肚子越來越大 你會有便秘的問題 當你腸道裡面 毒素太多的時候 你也會使得你的肌膚暗沉 所以很多人 其實在第三期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給它 比較高鮮的 然後再來就是 在營養成分裡面有一個 可能大家媽媽比較不清楚的是 我們的維生素A要提高 維生素A跟細胞之間的一個 皮膚的一個保濕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會請她吃一點 黃色的或是紅色的 一些蔬菜水果部分 妳說的這個很正確耶 因為很多孕婦都有那個 便秘的問題 便秘就剛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那個毒素排出來 我就是認識有一個人 好像到懷孕六 七個月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整個肚子都很大了 她就全身很嚴重的癢 尤其是肚子癢得不得了 然後她那時候剛好又 天氣熱的時候 其實你要天天去擦那個什麼 那些什麼保濕的東西 其實擦不住的 然後她就一直抓 結果就抓出一條一條的 那個疤痕這樣子 然後又可能也是 認成分這樣撐開 然後最主要是 然後大家又在講到 她會到處問嘛 說我是不是吃了什麼東西 然後長輩就跟她講說 又是拍毒 可能是 都是長拍毒對不對 可能是妳身體裡面的毒素 所以她現在是在把妳那個毒素排出來 她這樣的發癢也是一種過程 可是我是覺得說 有些人不會 然後會不會是因為那個 胖得特別快的 因為她可能也是 因為有些人那個體重 可能只是重十幾公斤 可是我那個朋友 她胖到二十幾公斤 所以她就整個皮膚的黑色素是沉澱的 而且有點類似那種脊皮症 就是很多地方都黑黑的一塊塊的 然後在那個比較關節的部位 都很明顯的黑色 然後就會發癢很嚴重 像這個可以處理嗎 不然我們婦女的話 在皮膚的這一種 懷孕的過程裡面會呈現出來 因為皮膚變飽了 有一點脫水跟乾燥 甚至所謂的敏感跟騷癢 就是比較乾燥嘛 這個時候在洗澡上 我們特別要注意的是 不要太過於洗的過度的乾燥 第二個是要潤膚 第三個是 如果你真的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可以借助於醫療的處理 目前我們來看就是 當我們有色素沉澱的時候 是代表著你可能在乳孕的地方 還有腹部 腹骨溝的地方 手肘的地方都可能在末梢的地方 你可能會有色素的沉澱 真正說起來現在的治療裡面 會傾向於一個所謂的 以比較防護性的就是飲食 防曬 保濕 如果你真的做了這個動作 做了以後 還不能達到你的目標的話 以產後來講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考慮到 所謂的用綠光雷射 夾太陽雷射 用麥充光 或所謂的美白型的雷射 現在這些雷射有一個好處是 追蹤你不需要的雷射 它會分出來 雷射常用有30種 你到底是美白型的還是去黑的 還是屬於保養型的 還是麥充光 麥充光不是雷射 它是像傻瓜相機一樣 它是一個多潑廠的 雷射的話是單一的潑廠 所以可以用這些雷射來做測試 或者是用治療 綠光 為什麼要加個綠光 要有紅光嗎 綠光有紅光 這個我推銷得很好 所謂的綠光就是指說 532奈米的 532奈米的雷射 就是甲太陽雷射 紅光的話是755的紫翠玉射 所以它的波長不一樣 波長不一樣 對… 所以在飲食的部分 多吃哪一些飲食 會幫助我們比較美白 基本上我們就是食療的部分 就是一般像我們在講 就是低熱量的白木耳的部分 或甚至於你如果不是懷孕的時候 其實像一些藝人 都是美白的一些好產品 可是通常我們現在建議藝人 我們會建議吃的是紅藝人 紅藝人就是說有帶一些 膚皮的部分 因為它不只有維生素B群比較豐富 剛剛其實我們楊院長有講到 就是要提高我們的代謝率 你才可以排毒 它的膳食纖維也多 所以基本上它是B群豐富 膳食纖維也多 所以如果你現在在找藝人湯的話 其實你可以帶一點 你自己煮或是再找 你可以找那種比較偏紅的 紅藝人的部分 其實還有人就是說可以吃一點 如果你有精進能力許可的話 像有一些燕窩 或剛剛其實會講到珍珠粉 珍珠粉的話 如果你是合格安全的話 珍珠粉有個優點 就是它的鈣滿高的 鈣 美是不是有美在裡面 對 鈣的話 鈣比較高 它會幫助我們在 比如說放鬆心情 然後比較好入睡 當你心情比較平穩的時候 然後你睡比較好的時候 你自然皮膚也會比較好 我們剛剛講到說這個蘊斑 很多女生最害怕 是的 周遭的朋友 翠芬也是一樣 有這樣子的經驗 通常它是因為荷爾蒙的改變嗎 還是說有其他原因造成 其實蘊斑它是一個很典型的 就是皮膚變薄了以後 局部的表面氧氣通不過 所以氧氣通不過就會變黑 缺氧 缺氧的地方大部分是顴骨的地方 我們中醫講說 它叫做 因為以前不知道 氧這個東西 所以叫氣字血 也就是氣血 這方面沒有過得去 它叫氣字在那裡 血液在那裡 血液在那裡 對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有 所謂的斑點的時候 大部分是所謂的運斑 或者所謂的顴骨的地方長斑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 就是懷孕的時候一個運斑 第二種是所謂的痣 紅痣 因為血管被撐了以後 會有一點打開 紅痣 或皮膚變薄了以後 會有一些紅痣 所以也是因為這些荷爾蒙 包括黃體素 這個黃體素跟動情素 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代表什麼 黃體素是代表 讓你好好的當母親 動情素是代表什麼 讓你好好的當女人 所以懷孕的時候 就是讓你好好的當母親 很自然的就會干擾到說 讓你懷孕 但是不要讓你太漂亮 黑色素就會沉澱 黑色素沉澱 就會長出來斑 所以這個一種 上天來安排我們這個人類的時候 就是在你黃體素時期的時候 讓你好好的在很鎮定 很淡定的懷孕 不要讓你 不要太漂亮這樣 動情素太多 是喔 可是它衛免得太醜了 因為有過多... 而且我覺得很多人懷孕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不敢擦 它就是連面膜 甚至仿山 因為他說很多東西 其實會透過皮膚 然後怕會影響到胎兒 其實懷孕 我給你擦一個嘴 我好多... 我不管是員工或朋友 我告訴所有懷孕的人 最應該做一個事情 不要跑步 走路一定要扶樓梯 扶把手有沒有 給她踢倒是不是 可是現在的婦女 你看真的懷孕的時候 哪有一個人這麼... 有時候不小心都跑步啊 是最重要的 我還以為他趕公車來 六個月 對... 所以真的說起來這個是 你談到這種 懷孕的時候會有班的時候 我們不如想 懷孕的時候你一定要 做好安全做事 對...絕對重要的 安全是當然是第一的啊 可是很多人... 我世界上有些人 他是很過度的 他為了保護腹中的胎兒 因為可能懷孕不容易嘛 然後所以他就很多東西 完全都不敢碰 基本的敷臉 然後基本的那種防曬 就不化妝了什麼的 對... 因為他覺得那些 都有化學的成分 可能會透過皮膚來干擾到 所以一個孕期過來 下來 他真的完全變成黃臉部 整個臉色暗沉 然後長斑 粗糙 什麼都來 我有朋友是 在懷孕當中 什麼都不敢去嘗試 例如說怕影響小朋友 差的啦 什麼都不敢 但是生完孩子之後就會說 等我餵完母奶之後 我要大大的來改造 然後就會到 餵餵長那邊去八道 你在那邊 應該有很多這樣的朋友 大部分的是在於 他做葉子的那兩個月 那一個月 兩個月裡面 就是做完葉子才適合做吧 他其實是做完葉子的時候 就做葉子的中間 他已經想說 難得我可以放假休息 對… 做我葉子休息 這時候會不會有影響 就中醫的理論 在做葉子期間如果去 因為荷爾蒙還不穩定 醫美或什麼的 會不會有影響 一方面是我們自己的荷爾蒙 我們會需要一點平衡的時間 所以你太早去做的話 有的時候呢 效果會不影響 效果不好 而且會偷培茶 因為有些東西還是會影響到 其實長班的部分 其實剛剛有講 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缺氧的部分 剛好符合我們在孕期的 第三期的時候 我們其實孕婦也是需要 補充鐵的 就是說鐵的加強 其實對在寶寶生出來之後的 寶寶的利用 寶寶體內也是需要 我們媽媽給的鐵 再來就是說 如果女生 她的懷孕過程裡面 她鐵不足的話 她其實不只是長班的問題 她氣血循環也不好 再來就是她也會比較虛弱 影響到小朋友的一個 比如說她的生長 小朋友的智力發展 都跟鐵有關 我們現在人 其實都是吃得非常地豐富 所以不用說 一定要從所謂的 紅肉的部分來補 你基本的肉類足夠之外 你可以從一些 因為其實你要照 有氧氣要足夠 除了鐵之外 還有一些葉酸 維生素B6 B12這些都要 其實這個都是存在於 所謂的蔬菜水果裡面 所以均衡 其實是對我們營養師 在建議他們來講 是最重要的 對 但是均衡 但是不要暴飲暴食 因為在第三期的時候 其實媽媽都會胃口大開 因為那時候已經 其實還滿穩定的 所以要注意 油脂的攝取上面 我要建議 因為剛剛講到皮膚癢 其實我建議 最近有一些比較好的油脂 像亞麻治油 它是屬於 歐美加3脂肪酸的油脂 其實懷孕的媽媽 如果你怕皮膚乾癢 其實適度的油脂 是需要的 你是說拿來吃還是拿來擦 拿來吃… 就是說有一些亞麻治油 譬如說你生產完之後 有些媽媽它會快速減重 這時候也會導致皮膚 就是很快速的就去吐槽 對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說 你不要快速減重 不要把所有的油脂都拿掉 所以要選擇好的油 好 所以這些老人的東西 靠我們平常的飲食習慣 也要保持然後睡眠習慣 就像剛才楊院長所說的 要保持快樂的心情 對 但是生完小孩之後 發現老人人搬3個月之後 還是在的話 雷射是一種方法 很多人會直接的感受到是 我在懷孕中間不容易鬆弛 但是生產完之後 你開脫水的那個沙拉間 譬如說你懷孕的時候 就是在卸貨的時候 整個就鬆下來 總重生12到13公斤 然後等到你剩完之後 剩下那個脫水 又脫個那個8、9公斤